裡面的話主要是要把這個ID給做出來 這叫booking ID 那這個booking ID怎麼來的 要特別注意它裡面的話需要有四個部分的單元 四個部分 所以這一題等於是 光一個這個地方 你就要做 做四次才有辦法完成 那題目裡面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最後做出來 把這個稍微放大一下 就是這個 裡面的話這個booking ID裡面的一個格式 它長了就必須要這個booking ID 顯示類似要長這樣子 1- 這個- 然後後面一個- 那總共其實可以拆成 四個部分來看 首先的話第一個就是 它這個有一個ID 這指的是什麼 就是說它的縮寫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說 第一個 這個hotel它的縮寫 那我必須到哪裡呢 到hotel這個頁面 其實有一個對照表 hotel name它的縮寫 叫什麼 就這個 所以如果說你要查什麼 查這個 這個名稱 那你必須要到 這裡面把i1 把它帶過來 所以第一個就是i1 所以要做呢 如果你 沒有更好的方法 恐怕呢 你就必須 這邊可能要 Ctrl C 好 然後回到booking這邊 這邊Ctrl V 第一個 dash 你查到這個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它的 應該是哪一個日期呢 它題目裡面要求 就是一個 一個日期 那這個日期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的就是 叫check-in的日期 有沒有 check-in日期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check-in日期 是這個 那它的格式要是 0 106 這邊顯示是1月6號 那dash 再來怎麼樣 它住幾天 住幾天怎麼知道 把這一天 減到這一天 再加1就好了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如果你這一天 減這一天的話 它自己那一天不算 所以必須怎麼樣 把 1月8號 減掉 1月6號 那回來應該兩天 那結果應該是3 所以你要3 再dash什麼 再來把它的 first name first name 把它 串在 這邊 所以 假如說你是用手 手動的方式完成的話 那當然你要 做很多事情 4個部分的資料 但是我們現在 第一個階段是希望 把它做成一個公式 用公式的方式 一次就幫我全部做完了 OK 這個是第1個 第2個的話 切到那個booking 列車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請你根據 ID去查到這個人的名字 還有這個人 住幾號房 住幾晚 多少錢 總共花多少錢 OK 假設你今天是到那個 飯店業工作的話 恐怕第一個 也是要面臨到這個問題 然後 好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人 他的名字叫什麼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他 去查到什麼 查到前面的ID 假設 那你會知道說 他的名字叫什麼 把這兩個拼湊起來 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 然後 Roon number的話呢 你可以 從前面的ID 去查到 他的Roon number 那這邊的話 有沒有Roon number 有了Roon number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Roon number 帶過來 好 然後9的話 就是住幾晚 那也就是怎麼樣呢 把 check in的日期 減掉 check out的日期 減掉 check in 不需要再加1 因為是幾晚 不是幾天 是幾晚 所以 最後這邊的話 就是一個幾天 那price的話 根據什麼 price的話呢 你可以根據 這邊有一個這個 G1 那你可以從G1裡面 去查到什麼 G1裡面 然後切到hotel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G1 然後再加上他的那個 Roon number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一個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的話 各位可以從 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一個叫做 lookup price 這邊有個對照表 實際上指的是什麼呢 實際上指的就是 hotel的這個 這裡面的這個對照表 裡面這個範圍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有 有一個他的那個 他的 簡稱 Dash 哪個房號 勢必就可以抓到他的 什麼房價 那你可以把房價帶過去 就會 得到房價 最後把幾晚 乘上 他的價錢 就會是他最後要付的 這個刷卡的金錢 OK 那不過 看起來好像非常困難 不過如果你懂得 用V2函數的話 這個都會變得很簡單 請各位大家先把題目燒 我先把這個 邏輯先跟各位說明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 分別把 剛剛講的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換給各位 第一個來看 先切到那個booking 這個booking指的 應該就是 這個飯店的總表 這個總表裡面就是 有這個飯店的名稱 然後呢 他booking day 然後 他check in跟check out的日期 住幾號房 住哪個飯店的幾號房 然後呢 住什麼 Number Runo 住幾個人 好 這個人的名字都有 那其實這也就是一個資料庫啦 如果裡面 你要管理一個 一個一個 飯店的話 這是最基本的 好 那我們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 總共會有 四個階段 我們分四個階段來做 當然不是要你 塗髮煉缸 像這個是塗髮煉缸做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 首先第一個 我要先查 他的簡稱 那簡稱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裡 那簡稱的話呢 他叫hotel name 在 這個 公司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你可以看到這邊 hotel name 的那個對照表 那你可以點擊他 點下面一下 他會幫你對照 底下的 名稱 是這個hotel name 這個是hotel hotel name 應該是hotel detail 好這個 那在點底下 我們確定一下 也就是說這邊 應該是hotel detail的 這個 這個是對照表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會有 兩個欄位 他的 因為我們要查的是 這一個 飯店的簡稱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 這個飯店的名稱 他簡稱就是 I1 OK 意思類推 那也說用V2函數查 一定是查第一欄 要查回來了 一定是第二欄 OK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 那首先的話呢 我要怎麼查 首先 第一個 我這邊呢 先插入一個函數 那函數部分的話 當然利用 檢視與參照 這個前面用過 有個叫V2函數 不過對各位來說 應該是比較陌生 不過以後工作上 用到他的機會 非常的大 OK按確定 好 要查什麼呢 查這個飯店的名稱 查哪一個工作表 F3 查叫做什麼 Hotel detail 這邊有Hotel detail OK 好 從這個裡面 去查 他的簡稱 第幾欄 他這邊 他會跟你講 問你第幾欄 那比對方式呢 你就輸入0就可以了 要完全比對 所以 11234 天空體按確定 他會幫你查出來 T1 好後面串接 AND AND再加一個什麼呢 一個那個 這個minus符號 我想叫dash符號 然後AND AND什麼東西呢 AND後面就是 他的 什麼呢 Check in的 Check in的那個 日期的 縮寫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如果你直接點他 按打勾 他會怎麼樣 直接變這樣子 為什麼他把這個 他的那個數字 變成數字放過來 可是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那這個數字實際上就是 這個 日期跟1900年的 1月1號 相差幾天 的數字 所以3萬多天 那不是我們要 怎麼辦呢 記得 在這個d3的外面 加上格式化 格式化 特別注意 要 格式化的函數 叫test 錢瓜糊 然後呢 Value就是 這個日期 dash 那後面 他問你說 format是test 那請你給他什麼 給他mm 滴滴 因為我要什麼 月跟日 然後要4碼 所以 月的話要2碼 2碼的話就mm dd的話就是也是2碼 最後按一個後刮 打勾一下 OK 各位可以看到 第二個部分就做完了 我們的check in的日期的格式 就會變成只有月 特別注意喔 所以請你把 d3放在test裡面 他會格式化 如果將來你要加上黏的話 你也可以YY 如果你YY打勾會怎麼樣 他會把09放進來 如果你要黏月日都有的話 因為這個地方不用黏 所以 不需要YY OK 只要mm 打勾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幾天 那幾天的話呢 就end end什麼呢 再一個minus符號 然後end end什麼呢 把它的check in的天數 減掉什麼呢 減掉那個check out的天數 減掉check in 然後再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 你如果把check out減掉 check in的話 他自己那一天不算到 只會算到晚上 如果兩晚 那當然就是 正確的 可是你 9-7嘛 少了一天啦 所以把這一天加進來 打勾之後 看一下 三天沒錯 再一個end 再一個minus符號 這個減的符號 然後end end什麼呢 這個人的名字 那就把他的名字 fursname這邊 h3 打勾 然後做完了 填兩下 全部ok了 所以我分成四個階段來做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你也可以從這一格啦 我是因為這一格 第一格是 因為要讓各位知道 如果你塗髮鏈鋼 大概 要把這些做完 做到下巴 你都沒辦法做完 但是所以你要用第二個方法 好 那大概上面的公式 可不可以複製 可以往上拉 也可以複製上去了 好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分成 四個階段 第1個階段是什麼 用它 用這個去查 縮寫 所以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就是 他check in的什麼呢 月 跟日 但是要兩碼 好 第3個是 他們到底住幾天 住幾天喔 不是住幾晚 所以 把check out 減 check in 再加上一天 最後是 這個人的first name 他的 這個first name的名稱 這樣的話 最後做出來 就會是我們要的什麼 booking id 所以booking id的規則 總共會有 12 3 4 應該懂那意思吧 不過真的難度還補高的 OK 第一個 booking id怎麼做的 那等一下再來看那個booking list 還有 OK的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畫面如果你不知道 來不及寄也沒關係啦 在我們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上面 切一下 OK 你可以看到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我們在 208題吧 在雲端白板裡面 12208 那如果你來不及寄也沒關係 你可以切到 第一個畫面 這邊都有那個 讓各位比較方便的圖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部分的話 公式我就不抄在白板上了 請各位 自己到雲端白板上面去 看那個 最後的畫面 其實基本上的邏輯 其實不難 但是你要快速的把一個事情做完 真的要 會用方法 如果你不會用我剛剛的方法的話 說真的 這個事情 你做到下班 你都做不完 OK 所以如果你要到 觀光業 旅館業的話 其實這些算是 最基本的技能 所以如果你要到那個 飯店 像你們的學長姐 好像我知道 也有到那個飯店業上班的 基本上他們也會被要求 像以Sale這方面的技能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